聚焦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总统拜登周二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周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集会做出了回应 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拉基 据美联社报道 在西班牙裔倡导组织拉丁裔选民组织的电话会议上 拜登回应了特朗普集会上一位喜剧演员 将波多黎各称为垃圾漂浮岛的言论 就在前几天 他的集会上的一位演讲者称 波多黎各是垃圾漂浮岛 好吧 让我告诉你 我认识的波多黎各人 来自我的家乡特拉华州的波多黎各人 他们是善良 众派 可敬的人 总统随后补充道 我看到的唯一漂浮在那里的垃圾 是他的支持者 他对拉丁裔的妖魔化是无耻的 也是非美国式的 这与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相反 白宫发言人贝斯表示 拜登将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的仇恨言论称为垃圾 在将特朗普的支持者称为垃圾时 拜登的语气与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试图传达的信息相矛盾 后者旨在发出广泛的呼吁 包括对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 拜登发表评论几分钟后 贺锦丽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发表讲话 誓言要成为一位团结国家的总统 贺锦丽说 我保证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共和党人迅速回应了拜登的言论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浩 打断了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 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几分钟前 拜登说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的爱国者都是垃圾 卢比奥说 他谈论的是热爱自己国家的普通美国人 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也开始与拜登的言论保持距离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 在接受有限地时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他绝不会侮辱宾夕法尼亚州的好人或任何美国人 即使他们选择支持我并不支持的候选人 美联社指出 距离选举日仅剩一周时间 拜登一直努力保持与民主党竞选主题同步 在贺锦丽与特朗普竞选期间 大力宣传其政府的成就 但他保持在政治聚光灯下的努力 可能并不总是对贺锦丽那么有帮助 这是因为尽管贺锦丽几个月来 一直严厉批评特朗普 多次称他不稳定和精神错乱 甚至暗示他是法西斯分子 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谴责他的支持者 事实上 副总统与前共和党众议员切尼 以及其他前共和党民选官员 进行了广泛的竞选活动 希望吸引保守的跨党派选民 民主党大会以及贺锦丽的广告 突出了普通美国人的故事 他们谈到过去曾投票支持特朗普 但现在表示他们支持副总统 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 拜登还表示 特朗普根本不在乎拉丁裔社区 并敦促人们拒绝这位前总统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其在西班牙裔 尤其是男性中的支持率正在上升 投票让特朗普远离白宫 拜登说 他确实是一个危险人物 不仅对拉美裔 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 美国总统拜登 在周二筹款电话中的言论 引起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愤怒后 寻求澄清他对特朗普支持者的言论 根据白宫发布的电话记录 拜登指的是一位喜剧演员的言论 总统说 我看到的唯一垃圾是他的支持者 他对拉丁裔的妖魔化是不合理的 这不是美国式的 拜登后来在社交媒体X网站上发帖称 今天早些时候 我将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上发表的 有关波多黎各的仇恨言论 称为垃圾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形容词 对拉丁裔的妖魔化是不合理的 10月30日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誓言 如果当总统 他将为所有美国人服务 他试图抑制拜登总统的言论 所带来的影响 拜登总统的言论 可能会削弱他所传达的团结信息 拜登在飞往北凯罗莱纳州 参加竞选活动前 对记者说 无论你们投不投我的票 我都将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北凯罗莱纳州 是决定11月5日大选结果的 7个战场州之一 他的共和党对手 特朗普也将于周三 在那里举行集会 赫吉利在竞选的最后一周 告诉选民 他会尊重那些不同意他的人 并将前总统特朗普 描述为民主的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朗普 竞选集会上 试图谴责一名发言人的 种族主义言论 结果事与愿违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 指责拜登 称他们的支持者是垃圾 拜登还试图澄清 有关X的问题 集会上的言论并没有反映出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是什么样的 美国前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 10月29日晚 在亚特兰大召集年轻选民 敦促他们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并认识到自己在塑造 美国未来中的作用 奥巴马说 从医疗保健 到生育权利等关键问题 都是选举的关键 如果你想让你的生活和未来 看起来更好 你就必须投票 他还提醒人群 佐治亚州的竞选 是2020年选举中 由不到1.2万张选票决定的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 选举中心的数据 已经有超过5300万美国人 在选举中投票 这场选举将决定 谁将在未来四年里 领导这个世界上最富有 最强大的国家 2024年大选最终投票日 到来前七天 副总统贺锦丽 发誓要把国家置于政党之上 并警告前总统特朗普 痴迷于复仇和个人利益 就在贺锦丽周二发表演讲前 不到48小时 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特朗普称他的民主党对手 是一个摧毁他前进道路上 一切障碍的肇事者 他在台上的盟友 称波多黎各为漂浮的垃圾岛 并表示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女性总统的贺锦丽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妓女 美联社指出 这两场激烈的辩论 以鲜明的措辞 概述了美国选民 在11月5日面临的选择 届时 他们将权衡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力 和美国未来愿景 特朗普喧闹的集会 充斥着粗鲁和种族主义的侮辱 凸显了他的联盟中较为丑陋的元素 但演讲的其他部分 则凸显了这位钱商人的吸引力 他发誓要修复经济和边境问题 并且他还是一个不顾及风险 渴望挑战一切惯例的政治局外人 担任了四年副总统的贺锦丽 选择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 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 来强调美国历史上 这一时刻的严重性 以及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 贺锦丽竞选团队高级顾问 迪伦指出 贺锦丽的结束陈述 旨在影响一小部分尚未决定的选民 其中有许多温和的共和党人 迪伦说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选民 仍在试图决定支持谁 或者是否投票 这场竞选非常接近 我们称之为误差幅度的竞选 我们知道他将在最后一周结束 特朗普的团队更专注于 激励他的党派基础 并接触政治光谱中 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沮丧 并寻求改变的不经常投票的选民 尽管如此 特朗普最近几天的言论 还是以一个跨越政治界限的 简单问题为框架 他询问选民现在的生活 是否比四年前 他第一任期结束时更好 特朗普信任时 美国仍处于疫情的痛苦之中 但民意调查显示 大多数选民对当今国家的发展方向 感到不满 特朗普誓言要发起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并征收广泛的关税 以创造收入 并促进美国制造业 特朗普一直直面 甚至包括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 周二 特朗普称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活动 是一场爱的盛宴 并没有回应支持特朗普的喜剧演员 辛奇·克利夫的言论 后者称 波多黎各式漂浮的垃圾岛 特朗普还对赫锦丽的领导能力 做出了悲观的评价 他说他摧毁了国家的边界 摧毁了中产阶级 给大城市带来了流血和肮脏 并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战争和混乱 特朗普对聚集在 他佛罗里达庄园的数十名支持者说 任何在国内外造成如此多破坏和死亡的人 都不应该被允许成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米勒表示 特朗普以明确承诺修复经济 保障南部边境安全 以及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计划 赫锦丽或她的竞选团队 没有提到他们实际上将采取什么措施 来帮助美国人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赫锦丽已经基本摆脱了今年夏天 她参加总统竞选时的快乐竞选风格 她在周二晚上承诺团结一致 但她把特朗普描绘成 一个更受仇恨和不满驱动的人 而不是对人民的承诺 这是一个不稳定 沉迷于报复 充满不满 追求不受制约权利的人 贺锦丽说 这不是一个考虑如何让你生活更好的总统候选人 他们敦促贺锦丽更多的关注工人阶级的优先事项 而不是特朗普对民主构成威胁 而不是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 最终副总统的演讲旨在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 她警告特朗普威胁民主规范 并发誓要采取行动打击高昂的食品价格 并帮助首次购房者支付首付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 是赫锦丽的盟友 她说选民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搅口相逃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听到关于自由的争论 以及影响他们钱包的事情 10月29日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 将她的领导力愿景与特朗普进行了对比 以吸引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贺锦丽在白宫附近举行的一场户外集会上发表讲话 据她的竞选团队估计 人数超过7万5千人 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在攻击美国国会大厦之前 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为了说服选民 贺锦丽会采取与现任总统拜登任期不同的做法 贺锦丽表示 她的政府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特朗普试图将贺锦丽与拜登政府处理移民和经济的方式联系起来 上周 特朗普首次提出了新的攻击路线 贺锦丽打破了她 我向你们保证 我会修复她 据佛罗里的大学选举中心称 约有5100万美国人已经在选举中投票 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周二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举行的集会上 感谢拉丁裔人士的支持 试图摆脱10月27日 纽约集会上盟友发表的种族主义言论 特朗普说 没有人比我更爱我们的拉丁裔社区和波多黎各社区 他为波多黎各所做的事情比任何其他总统都多 特朗普没有对周日活动中发言者的言论发表评论 喜剧演员辛奇·克利夫称波多黎各是垃圾福岛 并贬低美国黑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和拉丁裔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